大家好,欢迎来到二人波小酒馆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一部 汉莫公司经典哥特吸血鬼电影 吸血鬼之吻 该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演员的颜值很高 结尾有点标新立异 电影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 德国的巴伐利亚 杰拉德和玛丽刚刚结婚不久 两人在德国自驾游度明月时 汽车中途没了燃料 杰拉德于是让玛丽原地等候 自己去周围弄点汽油 不料帐篷这一走 老大一会儿也不见回来 此时寒涯提名狂风骤气 玛丽不免感到有钱后被发凉 远远望去 山天上有一座阴森的古堡飞万显眼 古堡有一个神秘的男子 正在用望远镜偷偷注视着玛丽 狂风随后越发猛烈 甚至吹断了树枝 玛丽被吓了一跳 慌目择路撒腿就跑 结果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 突然拦路了玛丽 他立声呵斥玛丽 让他赶紧回到自己的车上 好在这时 杖红杰拉德终于赶来 但杰拉德并会找到燃油 只是找了一个马夫帮忙拖车 杰拉德本打算在一家旅店里落脚 结果那个马夫却说 通常不会有人住在这个地方 杰拉德还想细问 但马夫却不愿多言 这时突然天降大雨 两人别无选择 只能在这里对付一晚 这家旅店有一对年老的夫妻经营 从这里的陈舍来看 的确像是一家很久没有客人的旅店 因为没有其他客人 老板娘说他们可以随意选择房间 但有一间客房处外 那个房间已经分析了很久 杰拉德也没有多想 便随便挑选了一个房间 不料就在这天晚上 旅店老板突然送来了一封信 原来是本地的拉夫纳医生 邀请杰拉德夫妇到城堡做客 玛丽立刻想起了白天时 看到了那座宏伟的古堡 老板赶紧说 这位拉夫纳医生 乃是本地一位极其富有 也非常受人追惊的人 夫妻俩一听此言 立刻就莱拉兴致决定接受邀请 拉夫纳非常贴心 随后还派了马车 将两人接到了城堡 这座城堡内部的装潢 奢华典雅 古色古香 各种陈列品 也是充满了艺术和年代感 很有韵味 就在这时 主人拉夫纳医生走了进来 这人看起来有些冷峻忧郁 但他的谈吐颇为大方典雅 也不是风趣幽默 他一开始便说 自己对美好的事物情有独钟 再加上祖上有点积蓄 便收集了这些艺术品 拉夫纳还非常礼貌地 向玛丽施拉温手礼 期间两人四母相对 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三人寒暄时 一个美丽神秘的女子 一直在注视着他们 拉夫纳随后带着他们 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里拉夫纳的儿子卡尔 正在谈琴 女儿贝娜坐在一旁 兄妹俩都很年轻 一个英气俊秀 一个端庄美丽 几个人正在寒暄时 刚才那个神秘的女人 独自走出房间 来到了一处墓地 这里好像埋着一个 女人的至爱之人 他想把她挖出来 结果这时 那个满脸胡须的男子 突然出现拦住了他 两人争执时 女人突然脸色大变 露出了两颗尖牙 随即就在男人的手臂上 咬拉一口 然后逃着咬咬 男人回家以后 赶紧用酒精和火焰处理伤口 有没有效果不知道 反正自己先疼得晕了过去 另一边 编主都用过晚餐以后 几个人正聚在一起 听卡尔演奏自己写的曲子 卡尔的琴声非常优伟动听 玛丽听着听着 不觉间沉醉其中 他开始直勾勾的盯着卡尔 好像忘记了所有的一切 杰拉德意识到 有点不太对劲 赶紧叫醒了玛丽 他觉得玛丽有点旅途劳累 便打算告辞回去休息 玛丽显然是意犹未尽 临走时喊说 竟有想再次拜访这里 话说夫妇俩回到旅店时 突然听到那个废弃的房间 传来了阵阵哭声 原来是旅店老板娘 独物私人 像是想起了什么亲人 后来玛丽偷偷来到这里 发现了一个姑娘的相片 原来死者名叫塔尼亚 是老板夫妇的女儿 怪不得老板娘如此的伤心 另一边 那位满脸胡须的齐默先生 当时也住在旅店 杰拉德本想向他打听些情况 为何这里如此人言稀少 但齐默什么也不肯说 只是劝杰拉德赶紧离开为好 就在这时 卡尔和妹妹贝娜 突然来到了旅店 卡尔说他的父亲 已经派人去准备汽油 几年后就会送来 兄妹俩还邀请杰拉德夫妇 今晚参加他们的蒙面舞会 由于杰拉德夫妇 并未随身携带礼服 兄妹俩还非常热情的 要分别送给他们一套 看到人家兄妹如此热情 他们也不好拒绝 便答应了下来 结果就在这时 大胡的其末突然出现 兄妹俩见到此人 就像贱拉鬼一样 立刻起身就走 晚上的时候 夫妻俩换上礼服 专门出发 玛丽本来就长得很美 换上贝娜送的这件 红色礼服后 越发显得光彩招人 这时老板娘突然哭了起来 玛丽问她 是否想起了女儿 老板娘听后有些紧张 赶紧否认自己 有过什么女儿 这时拉夫娜的马车 正好赶来 玛丽也不再追问此事 不料大胡的其末 突然告诫夫妇俩 让他们小心为好 其末素来独来独往 行为怪异 经常喝得明明大醉 因此夫妻俩 也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只当她是个痴人 另一边 今晚拉夫娜的城堡 热闹非凡 来了很多宾客 因为是蒙面舞会 所有的男兵都带着鬼面 女媒则戴着简单的眼罩 吉拉德夫妻赶来以后 卡尔也为他们准备了道具 按照欧洲优雅又无耻的传统 卡尔选了玛丽做舞伴 吉拉德则选了贝娜 一心红装的玛丽 毫无疑问 是今天无可正面的焦点 玛丽和卡尔挑了很久 最后也实在有些疲累 这时她发现 战魂吉拉德不知去向 便想去寻找 卡尔于是答应玛丽 帮她去找找看 结果趁人不注意时 卡尔偷偷换上了吉拉德的面具 然后她走到玛丽面前 示意她跟着自己去一个地方 当他们走到楼上时 卡尔一把叫玛丽推进了一个房间 这时玛丽才发现 此人竟然是卡尔 玛丽想追过去 却发现房门已经被卡尔锁上 这时玛丽听到了一阵哭声 并寻着声音方向一路寻找 结果在一个帘幕后面 玛丽竟然看到了拉夫娜的尸首 她被吓了一跳 想要逃走 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拉夫娜这时早已站了起来 她的嘴里恶然堕了两颗尖牙 可怜的玛丽就这么惨到毒口 与此同时 杰拉德正在和美丽的贝娜小姐玩得不亦乐乎 结果她喝了贝娜的酒后 突然两眼发昏 随即晕倒在地 原来这场舞会 果然是拉夫娜一家精心设下的陷阱 拉夫娜一家和他们的宾客 全都属于一个邪教组织 玛丽被咬后丧失了心智 现在也成了这个组织的一员 杰拉德醒来以后 赶紧询问卡尔她的玛丽何在 结果卡尔却说 她从未见过 也根本不认识什么玛丽 卡尔和之前简直判断了两人 最后很将杰拉德轰了出去 不料回到旅店后 旅店老板也说 他也没见过什么玛丽 而且玛丽的所有物品 全都被人拿走 好像有人故意这样 让杰拉德相信 自己没有带妻子出门 最后还是从大胡子奇莫这里 杰拉德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拉夫娜等人 就是传说中吸食人血的吸血鬼 当初奇莫的女儿 也是被拉夫娜蛊惑 最终变成了吸血鬼 为了避免女儿祸害他人 奇莫最后只得 亲手除掉了女儿 那天咬伤奇莫的女人 则是旅店老板的女儿塔尼亚 拉夫娜用塔尼亚相威胁 这才逼着旅店老板为虎作传 杰拉德听后想去解救玛丽 但奇莫劝她实际未到 这天晚上 杰拉德实在等目击 便一个人潜入了城堡 他找到了旅店老板的女儿塔尼亚 请她帮忙引路 寻找妻子玛丽的下落 没想到塔尼亚此刻 并未露出獠牙 而且还答应帮忙 结果奇莫德被塔尼亚引到一个房间 随即就被抓拉起来 拉夫娜这时得意的说 玛丽现在是她的女人 她现在不想跟着奇莫德离开这里 原来玛丽现在早已迷失了心智 竟然爱上了拉夫娜 任凭奇莫德如何呼喊 玛丽就是看头不看她一眼 为了证明自己早已不再爱奇莫德 玛丽还走到奇莫德身边 将她催了一口唾沫 奇莫德一脸茫然 拉夫娜却得意的连连叫好 拉夫娜完够了以后 便让塔尼亚去咬奇莫德 将她也变成教会的一员 塔尼亚于是拔开了奇莫德的衣服 结果正要咬下去时 奇莫德突然睁开了绳索 他立刻用身上的血迹 画了一个十字架 下推了塔尼亚 然后他一板凳拍到男仆 随即带着玛丽逃着摇摇 这时奇莫也正好赶来 因为奇莫德身上有十字架血印 拉夫娜一家也不敢靠近 后来奇莫德又干掉了男仆 他是城堡唯一的一个人类 只要男仆一死 门上再画上十字架挂上大蒜 拉夫娜等吸血鬼 就无法再逃离城堡 两人随后将玛丽安顿在了那家旅店 奇莫让旅店老板 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到此相助 老板因为担忧这件女儿的安危 其中也不敢帮助奇莫 但看到玛丽即将变成女儿的样子 她也有些于心不忍 最后还是答应了出手相助 今天正好是月圆之夜 摩羯座和土星交汇的天赐良机 根据犹太古书的记载 奇莫决定今晚进行一场神秘仪式 将困在城堡里的邪教成员吸血鬼一网打剑 奇莫于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所罗门封印六芒星 打算借助所罗门王的力量召唤地狱恶魔 就在仪式进行时 拉夫娜也没有罪以待毙 她通过心灵感应 唤醒了旅店的玛丽 让她出手相助 玛丽感觉到同类有难 便幽无反顾地赶往城堡相助 就在这时 奇莫的仪式也正好奏效 只见突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 一群来自地狱的蝙蝠 涌向了拉夫娜的城堡 好在此时此刻 杰拉德和赶来的神父及时找到了玛丽 神父一番作法之后 终于驱散了玛丽体内的血气 与此同时 这群地狱蝙蝠随即飞入城堡 将这群吸血鬼全部咬死 天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算是一部中规中矩 也有点心意的吸血鬼电影 最大的特点 当然还是一如既往 美女如云 特别是蒙面舞会的戏份 拍得华为绚丽 很有韵味 另外就是 该片不同于汉莫公司 其他的吸血鬼电影 电影秉析了德古拉和范海鑫 这两个核心设定 加入了邪教 灰魔法 所罗门王的神秘学 等等元素 不得不说 编军的脑洞 着实有点清晰 不过还是千年火候 要是安排个 所罗门72柱魔神 大战吸血鬼 岂不没灾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